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朋友小尹,欢迎您来我的养生频道。 一说到红薯,就会想到沿街叫卖的烤红薯。 只要路过身边,就会闻到一股烤红薯的香气,有时候就会忍不住的去买一个。 若是在冬天吃个热腾腾的红薯,身体都会暖和起来。 关键红薯的甜还能让人心情变好。 红薯除了能烤着吃,还能制作成粉丝,或者是其他粉类。 还有就是可以蒸着吃或煮着吃,每一种方式制作出来的都比较的香甜可口。 关键是还能给身体带来一些好处。 因红薯好处较多,也引起了科学研究者的注意,想要挖掘更多红薯的好处。 有研究就发现,红薯可以对抗癌细胞,能有效杀灭癌细胞,效率能达到98%。 有人听到此种说法,会有所质疑,有的人则是会相信,你是怎么看的。 红薯真能消灭癌细胞吗? 其实,不用多分析,这个说法就是不靠谱的。 如果吃红薯就能消灭癌细胞,癌症患者就不用惧怕癌症了。 也不用饱受化疗的痛苦,还不用担心癌症复发,转移,又要再承受一次,或者更多次的手术,化疗,放疗,以及其他治疗方式。 也没有那么多的癌症患者,因为癌症而饱受折磨,甚至癌症的死亡率都可以下降。 可是现实却是截然不同,仍然有很多癌症患者,还没来得及治疗,或者用过很多方式,最终还是难逃一死。 科学家们也不用继续再潜心研究了。 事实已经说出了答案,红薯没有那么大的作用。 即便有研究数据之称,那也还缺乏力度,还不能真正实现杀灭癌细胞的功效。 这份研究的数据肯定是没有错的,只是有的人在看完研究后,会忽略掉一些细节,将结果夸大了,也就会导致更多人产生误解。 其实这份研究报告内容是这样的,此研究是日本研究者进行的, 他们对26万人的饮食进行了长期的观察记录。 发现在20多种蔬菜当中,红薯在抗癌方面,作用相对其他蔬菜是排名靠前的。 在阻止癌细胞继续发展的效率上,能达到98%。 而这个数据来源,就是在动物体内注射红薯的提取物,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动物体内的癌细胞得到了抑制。 因此,给出最终结论,红薯提取物能消灭98%的癌细胞。 有的人在看到这个结论之后,就很容易忽略提取物三个字。 误会吃红薯就能消灭癌细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红薯提取物是能有效消灭动物体内的癌细胞, 却不代表在人体内也能达到如此的功效。 毕竟还没有相关科学依据。 另外就是提取物的意思,就是要大量摄入红薯才能达到抗癌的效果。 日常摄入的红薯量远远达不到效果, 因此,对于红薯消灭癌细胞这个说法,一定要理性地去看待。 口感上有差异 红薯含糖量较高,淀粉含量却比较少, 吃着就会比较香甜,不容易噎人,口感会比较细腻。 白薯相对来说会更粗糙一点, 主要是因为淀粉含量会比较多, 吃的时候会比较干涩,口感就没有那么好了。 紫薯淀粉含量也不算多,糖分含量也还算适中, 吃起来会更加清甜。 当然,也有一些紫薯品种含糖量, 吃着就是细腻而不甜,口感也还不错, 大多是以蒸为主。 热量不同 三种颜色的番薯,紫薯的热量相对比较高, 因含水量都不及白薯和红薯, 热量上也就会高于其他两者。 如果你是正在减肥的人, 则是要谨慎选择一下, 别选到热量最高的红薯, 选择白薯会更好一点。 营养成分略有不同, 相同的营养成分就是都含有淀粉、糖分、蛋白质, 只是含量多与少的区别。 其次, 红薯中类胡萝卜素会比较多, 有夜盲症的人可以多补充。 紫薯中则是花青素和微量元素较多, 抗氧化的能力就很不错。 可以保护血管, 也能保护皮肤, 减少自由基的伤害。 白薯中的膳食纤维较为丰富, 适合便秘的人食用, 可以促进肠胃蠕动, 通肠润变, 缓解便秘问题。 红薯有它的好处, 可是在享用好处的时候, 对于一些不实的传言, 别盲目清醒。 正确理解红薯的优势, 才能真正给身体带来相应的好处, 不要被谣言所误导。 今天跟大家分享烤箱烤红薯的做法, 这样烤出来的红薯又软又糯, 吃起来比蒸汁的香多了, 外皮都流油。 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红薯红薯适量, 用来烤红薯最好选用大小合适, 像这样的红薯就可以了。 把红薯放入盆里, 倒入清水。 把红薯用清水先将表皮泥土搓洗干净。 洗净后再倒入清水。 加一勺食用盐。 搅拌均匀使盐都溶于水中, 放入红薯浸泡15分钟左右, 杀菌消毒。 红薯浸泡好了之后, 再一次放到清水中洗一遍。 烤盘上铺锡纸。 把红薯放在锡纸上。 烤箱150度预热好, 将烤盘放入烤箱中层。 150度烤50至60分钟左右。 烤到中间时翻个面再继续烤。 这时能闻到红薯的香味。 翻个面, 红薯这样能够容易烤熟。 时间到, 拿出来。 哇哦, 香喷喷的红薯就烤好了。 闻起来满满的红薯香味, 外皮还油滋滋的。 白开里面是黄橙橙的果肉。 软润糯糯的样子, 看起来就非常好吃。 喜欢的朋友,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朋友动动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小颖,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手 рол表面 numéro电? 左边里儿 下个视频 have shown Untertitel